由于律师的字数限制 作者多西字如今 尽可能多用十字少用虚字 但李商隐的随工却一口气用了七个虚字 搭建出被誉为百宝流书千丝铁网结构 李商隐用这种筋骨鼻露的结构来永使 是否足以PK杜甫永怀古迹齐山 草蛇灰献式的怀骨呢 我们现在就进入这首诗来一探究竟吧 大家好 我是蔡老师 清初批评家黄生在诗子中谈到 诗必有线索 虚字呼应誓言 线索在诗外者胜 在诗内者掠 今人多用虚字 线索笔录 使人一难无余味 皆由不知古人诗法故耳 随宫就是应用这种结构的典礼 但这种线索在诗内的结构 是否真的一无是处呢 先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读这首诗 紫玄宫殿所咽下 欲去无成作地家 欲须不远归日角 浸凡英势到天涯 欲今腹草无营火 尊顾吹阳有牧羊 地下若风尘头煮 记忆重温后庭花 我认为 诗内线索是指虚字 将一首诗的句子勾连起来 大家知道 律诗的字数很少 因此在圣堂 诗人都大多 西字如今 字字斟酌 很少会用虚字 在这种情况下 诗歌的结构 就是隐形的 通常常在异象之中 犹如草蛇灰陷 大家要运用想象力来感知 然而 晚唐诗人李商隐 却十分叛逆 一改圣堂诗风 在这首随功中 一口气用的七个虚字 诗意的推进 和想象空间的塑造 都是依赖虚字简林 在此诗中 虚字是四连诗诗紧密 连成整体的关键之处 可以说读者所有的想象 都是由虚字所创造 带着对虚字的特殊关注 让我们竹连细都 随功 首连 紫泉宫殿索阎阳的意思是 长安宫殿上方 笼罩的阎阳 和随阳帝去了哪呢 原来 原来他竟然还打算在 吴城 也就是当今的 扬州建立 更加豪华的宫殿 紫泉和吴城 两个地名 十分有奉刺意味 紫泉 实际是 英式 紫渊 是长安的一条河 唐人为了 避里渊的名会 故改称为 紫泉 南朝诗人包照 曾写过 关于广陵历史的吴城府 在包照那个时代 某位王子 曾与广陵 发动了一场 失败的叛乱 因此 这首诗通常被解读为 对这位王子含蓄的批评 如此 说随阳帝 欲起吴城坐地家 等于是 在含蓄地批评他 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 汉连 玉西不原 归日角中的玉西 是帝国的象征 而锦帆 是指 隋阳帝南勋 张着锦帆之船队 沿着新开的航道 连绵不绝 十分奢侈 日角是项面术的术语 意味前额有四脚状的凸起 表明一个人命中要成为皇帝 这个皇帝就是李渊 如果仅陈述这个史诗 这首诗可以简化为 玉西归日角 谨凡到天涯 意思就是 李渊当皇帝 随阳帝的船队 一直到天边 那样读来就十分平淡 而不具有文学艺术性 加上须是不原 应是不 这句诗就活了 有了两种的理解 一次从第三人称的口吻 去评价此事 如果不是玉西归李渊 所有随阳帝寻忧的船队 应该指抵天涯海角 而随朝仍被这会 昏庸奢靡的皇帝统治 第二种理解的方法 是以随阳帝的口吻做猜测 如果不是李渊 抢了我的皇帝位置 那么我应该四处旅游 一直可以抵达天边 这种理解 无疑更显得随阳帝 痴迷不误 愚蠢昏庸 更具有尖刻讽刺的意味 据说随阳帝 曾经在南游期间 向民众收集萤火虫 为了是释放他们 以便在夜间游览时提供照明 而随阳实际上就是垂流 据说种植于运河两边 全是为了给随阳帝的游传遮阴 仅年于军覆草无萤火 中古随阳有木鸭 便是说如今运河边的萤火中 已经灭迹暗指随阳帝 当年灭绝性的捕捉的耳骨 同样 当年的随阳已经枯老 黄昏失分 稀满木鸭 有的平时家认为 运河半金稀景色的对比 影射了随阳帝 前半生穷奢极欲 到晚年孤独凄凉的盛阳 伟廉提到亡国之君陈后主 随文帝阳间 在589年灭掉陈朝 于是陈后主最宠爱的妃子 演唱着玉树后庭花 变成了亡国之音 而歌名也成为后主 奢靡淫乐的代名词 提到就令人联想到 陈代的父王 而传说中 随阳帝杨广 曾在梦中与陈后主相遇 并说也想听一听 玉树后庭花这首歌 此诗的伟廉 就是以这个传说为依托 但诗人加上了 若逢起疑两个假设 这句就由时便虚 诗人似乎与读者对话 以第三人征的视角说 你看这位随阳帝 若是遇到陈后主 他怎么还能要求听这首曲子呢 言外之意是 随阳帝甚至到了阴间 心中仍念念不忘 循环作乐 完全不智慧感 鞭辟入理的奉执 在这种虚寇的结问中 达到了巅峰 讲到这里 大家应该可以明白 虚字在这首诗的关键作用 可能有同学要问了 之前讲过 好的七律不能减少两个字 成为五律 这首诗中的虚字这样多 是不是都可以删掉虚字 成为五律呢 答案是否定的 大家可以回去翻翻 唐诗三百首 你就会发现 除了杜甫五绝八阵图 所有永史诗都是七言 诗歌的艺术手法在于虚构 这些历史的材料 要往虚数做功夫 才有文学性 否则就只是一堆 零三的史料而已 这就说明五颜诗的诗体空间 不足够让诗人将历史化诗为虚 表达出对历史的反思 隋公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永史诗 李商尹塑造了一个比较丰满的隋阳帝的形象 讽刺了他荒淫无度和穷奢极欲 但他只是就这个历史事件 发表自己的看法 与他自己本身的生活和情感 可能没有直接的关联 与宋朝的说理是不同 隋公是通过设置虚字 以问句的方式来引导读者 自己去发现历史的大道理 该师的成功充分说明 线索在诗内的永史诗 能够划诗为虚 读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比如 杜牧七诀赤饼的东风不语周郎辩 同却春生索二乔 他在诗中进行了大胆的假设 说如果周瑜打了败仗 吴国就灭亡 但是他没有直接说出来 只是说锁二乔 如果周瑜和孙策的夫人都被锁起来了 那么吴国就是灭亡了 读者自然就明白了 本是充满硝烟的战士 却被杜牧捉得那么曲折为婉 将想象的空间留给了读者 引人生死 若将杜师怀骨的解法 比作入眼难见的草蛇灰线 那李诗中的永诗法 便是华贵玄武的刘书 这两个比喻极为生动贴切 让我们形象地牢牢地记住 这两首明诗各式的形式和审美特征 好了 下三集 我们仍以结构为重点 继续比较杜甫和李商隐的诗篇 我们会介绍一种杜甫律师中少见的线性结构 并将其与李商隐特别爱用的断裂结构做比较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